大家好 我是林子 今天起了个早 到市场捡了一斤排骨 秋天的天气比较干燥 我们要多吃一点汤汤水水 我们先来处理一下 今天排骨特别的新鲜 我们就不焯水 去除一下它的血水和杂质 往里面加入一勺定粉和一勺食盐 给它充分的抓洗 定粉和面粉都有很强的吸附性 所以我们在清洗排骨或者是鸡肉五花肉的时候 都可以用汤 大概装两分钟左右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水已经变得粉红 非常的浑浊 然后我们捞出来 再用牛顿的清水多冲洗几遍就可以 洗干净之后 给它放入电饭锅里面 加一点姜片进去 一个葱结 小孩子不怎么喜欢吃胡萝卜 我们炖汤的时候放上一点 炖出来的汤更鲜甜 它比较容易接受 再加一点铁棍山药 它炖出来的口感是软绵绵的 老人家比较喜欢 而且也容易消化 干燥的秋天炖汤 我们一定要来上一点红枣 软敷的 然后再加上几片干的山楂 给小孩子消食用的 然后加入足够的沉浸水 给它炖上40分钟 时间到 哇 这个汤好香哦 排骨也已经炖烂了 接下来我们只需要 加一点点的盐调味就可以了 这些食材都是非常的鲜美 最后加盐 汤鲜味更美 而且排骨吃起来也会更加的鲜嫩 饺制盐化开就可以出锅了 好了一锅鲜美的排骨 胡萝卜山椒汤就炖好了 清淡营养 口感非常的好 小孩子老人都喜欢